這個是 OneNote大概 應該算是今年 推出來的一個新功 就是因應我們的就是這種線上學習 就是即時性的 因為 我們現在這個平台 雖然也可以就是做到遠距障上課用對不對 但是他畢竟即時性是比較不夠的 所以呢他們現在有推出一個OHA的這個 雲端教室 就跟我們用Google Meet啦 維廠Teams類似 可是他裡面就更著重在就是大家的線上互動 那您可以看一下我回到我們剛剛的群組 看一下這裡 我回到我們剛剛大家加進來的那個群組裡面 各位呢你會發現 如果你是學生端在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進入雲端教室 有對不對 那我老師端的部分我會在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雲端教室 您可以先進去一下 那進去的時候他要求你 就是用你剛剛 註冊的那個信箱 你可以看看你用哪一個信箱或哪一個帳號 或哪一個社群媒體 從那邊登入進去 好現在我就 準備進到裡面去了 那他的好處就是他跟OneNote是結合在一起 所以您在 這邊做的 內容 在OneNote做的內容 他也會 可以在這邊直接用 好你看現在有一位同學進來 喔 這裡 有沒有上線裝 所以他可以看到的就是說大家可以 直接在這裡面 就跟同學做互動 因為像 這個新北他們現在都是用這個 就是跟他們的那個 那個 數位學評價做結合 等於老師上課就用類似這樣子 有三位老師上線的 有沒有 我這裡就可以隨時看到 哪些 同學在線上那他也可以在線上直接做分 不過目前當然這個功能 是屬於付費 你只能就先試用但是我們先看比如說老是要抽的對不對 你看我們在左手邊 左手邊 有沒有一個隨機抽的 倒數計時 你看喔我來抽一個 按下去 你可以選擇是所有學生都抽還是線上的 好那我就找線上的要抽幾個 都OK而且他還會把他記錄下來 比如說我們這樣 抽 好抽到他了 老師你看你的畫面 這是哪位老師 有跳出不一樣的畫面嗎 他說 或得i-paste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互動性比較即時 那你看抽到他我們就可以跟他 互動啊那另外一個 就是這裡也有 我有請他多做一個叫做即時搶答 因為在線上的 或者在教學現場 是不是可以用即時搶答 你看我把他按下去 搶答 你要個人搶答是分組搶答 都可以 哎 好比如說按下paste 你看喔你們畫面會跳出來 3秒之後開始 按下去 喔 如主任 搶答 第一個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就大家的互動會比較多 我們在這裡呢當然也有一些什麼負評啊 快問快答 甚至在這邊 是不是有數位教材 點下去 如果我們在這裡面有沒有發現 我們剛測驗有沒有在裡面 你可以選在群組裡面的也可以選擇什麼 你自己另外的教材那我就可以點下去 我們來討厭一下大家這一題 不見 看一下 測驗理行 我看一下 這個 好 有沒有他就自動打開了 就是我們就可以進到這邊看我們的教材 這樣子 好 這個是他一個還蠻不錯的 一個方式 另外一個就是 出席的部分 我想各位之前用Google Meet 很多老師大概對於就是限帳同學沒有出席 是有點頭大對不對 所以你看 好 現在 讓同學 選擇有沒有出席有沒有發現票出來了 你就可以簽到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老師有感覺到就是他 這塊是彌補 OneNote在比較即時互動那塊比較不準的地方 那我覺得也蠻不錯的 而且這些都會記錄下來 那您就 不用說一定要急著那個 要拍照 之前要最麻煩就是大家要拍照然後看那個 所以 這個是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其實 他在這一塊 還算蠻方便 當然他也有所謂的客廠的一個表現 好比如說 大家常會說這個客廠表現不是有加幾分加幾點有沒有 有些老實講用這個點數的方式 好那你也可以在這邊加上自己的 這個 就是客廠表現的一個 清單 好那你就 在上面就可以直接做統計 OK 所以 就是最後面的利用這個機會跟大家順便介紹一下這個OHA 這樣子一個 新的 一個平台 好但是 他可以堵足我們剛講的OneNote在即時互動這邊不足 只是目前他就是屬於 付費的 那你可以免費使用90天 這樣子 OK 好那我想我今天的分享差不多到這邊 好那 我們今天的那個上課錄影片 我會把它整理在 老師您簡報的第一頁 你可以看到 在這裡 有沒有下面註解這裡 我回去之後會把它整理起來然後丟到上面去 如果老師您有需要的話 可以再做個參考 OK謝謝大家謝謝